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Python3 今天咱们的主题 大家请看 自建一个模块 什么意思 咱们为什么要自建一个模块 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写了很多函数 在一个业务系统中 咱们多入牛毛函数 不可能说是都放在一个文件当中吧 对不对 咱们需要把它拆分出去 分解成各个文件 进行咱们管理和维护 对不对 该怎么做 这就是自建模块的必要性 咱们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有两个 第一 定义外部模块 第二 咱们引用使用外部模块 该怎么做 看今天的实战演习 今天咱们的实战演习 大家注意看 我这个地方有两个文件 首先这个文件是funk 什么意思 是我定义的函数 都会放到这个文件当中 比如说 大家请看 相加函数 比如说 相减函数 没有问题吧 这两个函数 我不会写在我的主页文件当中 我会把它抽象到另外的外部模块文件当中 OK 接下来是我的主文件 我在主文件当中 大家请看 我会导入我要引用的模块 然后呢 我会引用到模块方法 同时呢 我有多种导入模块的方法 有多种引用模块方法的方法 该怎么做 好 咱们马上实战 我先建上咱们的函数模块 试试 我建一个funk 这个funk里面 funk什么 funk里面 有两个函数 一个是add 一个是minus 一个是加函数 一个是减函数 没问题吧 咱们在这个插画脚本过程中 可能还需要export输出 在python当中不需要 就这么写就可以 好 咱们再建一个咱们的主模块 man 今天咱们的逻辑是 主模块 调用咱们的funk模块 好 我的主模块 我想拷贝上 咱们第一块代码 干什么 最常用的导入模块的方法 稍等 屏幕分左右 老规矩 左边代码 右边执行结果 咱们看 如何导入模块 我这定义了一个funk模块 对不对 我怎么定义的 我的文件名叫做 funkfunc.py 扩展名必须是py 好不好 然后这个文件名 或者说模块名 叫做funcfunk 没问题吧 然后我这边怎么引用 大家请看 inputfunk 为什么叫inputfunk 因为这个funk文件 在当前目录下 如果不在当前目录 咱们需要给它指令一个目录 因为我在当前目录下 所以我就直接inputfunk 没问题吧 好 我inputfunk之后 这funk函数 这个funk模块里面 有两个函数 对不对 add minus 所以说 我这引用了funk之后 直接点funk.add 就能够使用到 funk.minus 就能够引用到 没问题吧 一个是加 一个是减 咱们看一下这个代码的运行结果 我引用了模块 试一下 py 这不是test 这是main 直接跳main就行了 好 试试 大家看 输出了30跟10 10加20得30 10减20得负10 对不对 大家看 我这个主模块里面 是不是没有这两个add minus 函数 但是我为什么能够引用到呢 因为我导入了模块 OK 就这么简单 咱们把业务逻辑 抽象到其他的模块文件当中去了 对不对 OK 接下来 引用模块有多种方法 这是其中之一 还有另外的方法 咱们试一试 这地方 拷贝过来 这其实是更常用的引用模块的方法 咱们看一下 引用模块 稍等 导入模块 并指定别名 比如说 我importfunk 这跟上面一样 但是我要有一个别名 叫做add myfunk 这个别名 因为我这个例子 是把这个别名给它加长了 其实咱们在很多这个曜光中是把别名缩短 比如说numpy 咱们可能就叫np 对吧 这是咱们今后我给您讲numpy cool的时候会重点讲到 咱们先看 我引用一个函数 然后我给我自己这个引用时起个别名叫做myfunk 可以吧 当然可以 引用方法和刚才一样 只不过我这个地方不叫funk了 叫myfunk 为什么 我以别名的方式进行引用add minus 也是一样 好 咱们再试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我给它改一下数 都是100的话 都是刚才10的话 可能看不出效果 我这个地方叫100 200算了 好 咱们以别名的方式运行一下 上面代码我屏蔽掉了 所以说一会儿屏幕再输出 是下面myfunk输出的内容 好 咱们试一下 300-100没问题吧 说明是这个地方进行的输出 OK 接下来还有一种引用方式 我拷贝过来 但是这种方式我并不是很推荐 为什么 因为 因为这种引用方式 有极大可能性会重名 函数重名 我不推荐这种方式 但是作为引用方法之一 我介绍给您 怎么引用 看 from 刚才咱们是input函数 是吧 input模块 不了 from 然后呢 模块名 input 函 很奇怪啊 什么是函 咱们看上面啊 上面这两个地方 我在引用模块函数的时候 都指定了一个模块名 或者说别名 然后再加点进行引用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 那么如果我from 名称的函数的话 有时就会造成混乱 所以说这个呢 是引用模块的方法之一 但是并不是我推荐的引用方式 我推荐的 这不三个 这个不三个这个 导入模块的方式吗 我推荐是用这第二个方式啊 给起个别名 这个别名 类似于咱们编写代码时的明空间的感觉啊 我推荐使用第二个方式 但是呢 既然它有这方式 咱们先就试一试啊 我这传 我这个传参数我也别识了 我一签吧 好吧 咱们看一下 这第三个直接input的星 输出的内容是什么 看一下啊 够 怎么样 3000-1000 没问题吧 说明什么 说明它能够正常的找到add minus函数 为什么 因为咱们导入模块 并且input的星了 那咱们就不用再加模块名了 看似第三种很简单 但是很容易重名 我不推荐您用这种方式 OK 记住我这个不推荐就可以了 好 那在简单系统中 您说这么用行不行 当然可以了 但是大系统还是推荐您使用别名的方式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如何自建一个模块的方法 非常的重要 您这个知识点一定要掌握 没有之一 然后呢 我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门中国的服务器 我的视频呢 会存到YouTube 包括B站 供您下载观看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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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